第34章 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八岁 在耶路撒冷做王三十一年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效法他主大位所行的 不偏左右 他做王第八年 尚且年幼 就寻求他主大位的神 到了十二年 才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 除掉秋坛 木偶雕刻的像 和铸造的像 众人在他面前 拆毁巴黎的坛 坦断坛上高高的日像 又把木偶和雕刻的像 并铸造的像打碎成灰 撒在祭偶像人的坟上 将他们祭师的海骨 烧在坛上 洁净了犹大和耶路撒冷 又在马拿西 以法连 西缅拿弗塔利各成 和四围破坏之处 都这样行 又拆毁祭坛 把木偶和雕刻的像 打碎成灰 砍断以色列遍地 所有的日像 就回耶路撒冷去了 约西亚王十八年 禁地 禁殿之后 就拆遣 亚撒利亚的儿子 撒番 翼宰 马西亚 约哈斯的儿子 使官 约亚去修理 耶和华他神的殿 他们就去见大祭司 希勒家 将奉到神殿的银子 交给他 这银子是看守殿门的立位人 从马拿西 以法连 和一切以色列 剩下的人 以及犹大 遍亚敏众人 并耶路撒冷的居民 收来的 又将这银子 交给耶和华殿里 都宫的 转交修理 耶和华殿的工匠 就是交给木匠 石匠 买早成的石头 和架木 与栋梁 修犹大王 所毁坏的殿 这些人办事 诚实 都宫的是立位人 米拉利的子孙 雅哈 二八底 都宫的是 哥侠的子孙 撒加利亚 米苏兰 还有善于做乐的立位人 他们又监管扛台的人 都宫一切做工的 立位人中 也有做书记 做师事 做守门的 他们将奉到 耶和华殿的银子 运出来的时候 祭司希勒家 偶然得了摩西所传 耶和华的律法书 希勒家对书记 撒翻说 我在耶和华殿里 得了律法书 遂将书递给撒翻 撒翻把书拿到 王那里 回复王说 凡交给仆人们 办的都办理了 耶和华殿里的银子 倒出来 交给都工的 和匠人的手里了 书记撒翻又对王说 祭司希勒家 递给我一卷书 撒翻就在王面前读那书 王听见律法上的话 就施列衣服 丰富希勒家 与撒翻的儿子 亚西干 米家的儿子 亚比顿 书记撒翻 和王的臣仆 亚撒亚说 你们去为我 为以色列 和犹大圣下的人 以这书上的话 求问耶和华 因我们列祖 没有遵守 耶和华的言语 没有照这书上所记得去行 你们可以回复那差遣你们来见我的人说 耶和华如此说 我必照着在犹大王面前所读那书上的一切咒诅 降祸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 因为他们离弃我 向别神烧香 用他们手所做的 惹我发怒 所以我的愤怒 如火倒在这地上 总不熄灭 然而 猜浅你们来 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 你们要这样回复他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至于你所听见的话 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居民所说的话 你便心里敬福 在我面前自卑 撕裂衣服 向我哭泣 因此我应远了你 这是我耶和华说的 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地归到坟墓 到你列祖那里 我要将于这地和其上居民的一切灾祸 你也不自亲眼看见 他们就回复王去了 王差遣人召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 王和犹大众人 与耶路撒冷的居民 并祭师立位人 以及所有的百姓 无论大小 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 王就把殿里所得的约书 念给他们听 王站在他的地位上 在耶和华面前立约 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 遵守他的诫命 法度 律例 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缘 又使住耶路撒冷和汴亚敏的人 都服从这约 于是耶路撒冷的居民 都遵行他们列祖之神的约 约西亚从以色列各处 将一切可真之物尽都除掉 使以色列境内的人都侍奉耶和华 他们的神 约西亚在世的日子 就跟从耶和华 他们列祖的神 总不离开